完成的程式碼 完成的程式碼 一樣在我們的數學函數 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有黑名單三遠程式碼 當然裡面的話 我有加了一些敘述 比如說定義名稱 因為我裡面錄製我是先用名稱的 因為後面有些像 檢視比參照裡面很多地方 我都會慢慢用到名稱 因為用名稱 尤其是跟VBA搭配 用名稱會好很多 那剛剛同學有提到 就是定義名稱的部分 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這個黑名單 本來我們定義的時候 公式裡面 你定義完之後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去做修改 也許我本來是定義 A2到A的最下面一列 不過其實可以取巧一下 你乾脆直接選A欄算 A到A冒號A E是整欄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下面有增加或減少資料的話 它會比較有彈性一些 那你改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OK這樣也可以 比如說 或者將來如果你要整欄定義 你就整欄選取 再輸入一個黑名單 Enter 那這一欄呢 以後就叫做黑名單 OK 那這個部分稍微說明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把剛剛的動作 全部做過一遍的話 那我怎麼 這個上面 錄製聚集的話 我們前面做過 我大概快速DEMO一下 不過在錄製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一 可能把這個篩選先恢復一下好了 二 裡面的公式 不需要刪除 直接打勾 因為把它入進去 那第三個記得 你如果從查詢 假設你按鈕是從這邊開始 那你錄製的時候 記得要從這邊開始 如果你先點的話 它就少一行 什麼呢 查詢名單 這序詞查詢名單 點Slay 這一行就沒有 沒有它將來 如果從這邊開始的話 那它就會亂跑了 而且程式會怪怪的 OK好 所以呢 大概先把前置之位 先準備好之後 切下來 最好先彩排過 沒有問題 就開始 錄製 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 錄製聚集 這邊按下去 然後呢 我們就是 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黑名單篩選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錄製聚集 按下去 然後呢 我就改一個名稱好了 叫黑名單篩選好了 OK好 那按了確定之後一樣 就是等於是開始錄了 NG的也會錄進去 所以按確定 好 這時候已經有一個 我把它取代掉好了 OK好 那第一個的話呢 那油標放這邊 它會錄一行 sits 查詢名單 點slate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要點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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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歌 不過 這個地方有個NG 什麼NG是 因為油標已經在這裡 所以你再點 它那一行錄不進 所以怎麼辦呢 有一個取巧的方法 我先點旁 不行 點旁邊 再點回來 那會變成說多 那個動作 如果說像剛剛同學提到 如果你假如會看得懂VBA程式 你乾脆等下把它刪掉就好了 然後呢 一樣 油標放上去打個勾 然後呢 向下填滿 這些動作都做過一遍 再來做什麼呢 上面有個資料 把它做篩選 篩選的話呢 這邊跟剛剛一樣 我們再打勾 按確定 然後油標呢 再放回到A2的位置 Ctrl Shift 向下 Ctrl C 特別注意 選取我是建議 如果你用錄字聚集的話 建議用快速鍵 因為如果你用滑鼠這樣捲動的話 它會錄下很多 不需要的那個捲動 什麼Score 什麼那些程式 那你將來又要刪除很麻煩 建議是用快速鍵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呢 Ctrl C 再來的話 切到查詢結果 並且游標放A1 把它貼上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然後我們就把它停止 OK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切到 那個聚集裡面 剛剛有個黑名單篩選 那我就把它按個編輯 它就會切到我剛剛 錄製的這個程式裡面 這個地方 然後呢 習慣上是把這上面註解 沒有用的註解先拿掉 那一樣 先稍微看一下 郵標先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查詢名單 然後郵標再放在哪裡呢 放在B2 好像錄下我看一下 這個B2 這個好像是我 我剛剛錄的嗎 是不是之前的 有可能喔 我剛剛之前的 剛剛在這裡 這個2 反正錄下來應該 好像都一樣 沒關係 反正我錄下來之後 大概 它怎麼自動變正確 沒關係 B2 郵標放過來 它會錄一行 arrange B2.slater 然後裡面的話 會自動幫我把公式 因為我把郵標貼上去 它自動幫我錄一個公式 打勾自動填滿 不過它這邊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只會到 剛好100 可是如果你將來 像做成活的 這可能要向下追蹤 我前面還有提過 然後呢 再來就篩選 其實裡面的話 還有一些 Auto Filter是篩選的 第幾藍 其實如果你將來要查詢 比對的藍 不是在第二藍的話 這個地方後面的數字 也可以做變更 那這個criteria 這個是1 不是L 等於1 指的是要找到 那個數字 看起來是數字 不過它這邊把它變成文字 然後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 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部分就完工了 其他的話 也許你們再利用同樣的方法 再把查詢結果 有不要放在 A1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再錄一個什麼 清楚 這樣的話呢 做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再產生兩個按鈕 就是清楚了 再來就是這個動作 黑名單篩選 不過 如果你錄完之後呢 因為我這個是做完的結果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它 做完之後的話 我習慣是 再加上註解 比如說我剛剛做的動作 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盡量呢 把它在 每一個動作上方 再加上註解 那這個好處 將來我回頭查 會比較清楚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清楚應該沒問題 篩選的話 你會發現 像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那個畫面 感覺好像 亂掉了 因為它 它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要切過來這邊 那它因為 會卡在這個地方 會幫我做 conif conif的時候 其實那個電腦在運作 畫面呢不會更新 可是問題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好像醜醜的耶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畫面壞掉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這個畫面 壞掉的感覺 可以不要出現 可以讓這個畫面